为了加强协助厂商拓展新兴级大陆市场 外贸协会在贸易局的指导之下 100年12月26号下午于台北国机会中心 举办新兴级大陆市场拓销经验分享交流会 总计有超过1300名业者与会 希望借由厂商间的交流分享 缩短市场开拓的时间增加效益 今天邀请各位来参加这个分享会 其实这分享会是第三支办 第一支办因为我比较小 当时我也参加 我很受感动 因为很多厂商代表提出一些问题出来 有些问题信息不怪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但是马上有厂商举手 大家彼此分享经验 我们都学了很多东西 去年我们已经扩大计判 我们也在同样的产地计判 去年消除总统轻轻致辞 后来跟我讲这个非常有意义 今天我们也很丰致的节目 今天我们主要给我们经济部长官 贸易长官报告我们的工作成果 另外今天我们请到了 我们的相关专家 比如黄蜂蜜 相关的很多业界专家 来报告他的开拓 大陆市场新新市场的经验 另外帮大家交付提出一些问题 来分享彼此经验 大陆以及新市场 是当今最要演的一个民营市场 然而这两大市场的商业经营模式 文化、法令、人文、生活等习惯等等 都有可以过去我们所熟悉的欧美市场 市场进入的难度 但相对的较高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外贸协会能够跟各位伙同在一起 来建立拓展道路市场 厂商的联营会 以及拓展新新市场 厂商的联营会 在资讯的传递上 以及经验的接触上 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外贸协会与交流会后 提供免费一对一国际行销服务咨询 内容涵盖展览 市场脱销 品牌辅导 网络行销 输出入保险及贷款等 十二大项主题 约有八百多名厂商参与咨询 来展钱的话 当然就是希望可以来这边听到 蛮多食物 就是实际企业的经验分享 那实际过来之后 也听到就是确实有很多 在场的一些其他 不一定是同一个产业的 可是他们有针对不同的市场 都有开拓很成功的心得 这都是实际操作 不是像可能一些理论的讲解而已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 有实际的帮助 下轮活动我是参加 第八号的那个网络行销 那我对这个网络行销 蛮感兴趣的 因为借着台湾的金帽王 这个平台架构 让全世界了解 我们台湾的产品品质啊 人文文化整个也都可以 这外销出去 那其实在今天的整个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蛮不错的是 虽然是不同行业 可是呢 其实他们也跨了那个行业 他们去分享每个地区的状况 金帽庄可能会出现到的状况 未来可以让我们 可以去做避免的动作 我觉得今天的经验都不错 所以听了之后呢 马上就想要来这边做咨询 有机会的话 明年想参加那个帽鞋 所办的那个出销团的活动 感谢观看